最近有粉丝让我去玩一个叫做牛头怪的双层迷宫 所以我就还是粉色的老板果然懂我 目标将小球由AB移动到CD 原来双层是这个意思 你看他们的起点AB在两个不同的位置 而CD也是一样 中间有一块可以来回移动的木板 移动木板后这个迷宫路线就会发生变化 这时候可能有人会想 不就是走两次迷宫还是很简单的吗 这你就想错了 这两个迷宫其实是有联动的 并不是说我把木板推到一个位置 让A全部走完 然后再把它推回来 再把B全部走完 并不是这么简单 就比如说现在小球B可以往上走 但是你走了之后往回推 你会发现这个A永远都上不来 因为你没有办法再往这边推了 这里已经卡住了 正确方法应该是这样 先把小球放回这个原位 将木板往右推 推到极限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里的位置还是不够差一点点 这里已经卡住了 那么怎么办 把小球B往上走 再继续往右 这里就多了一个空间 这个时候A才能出得来 怎么样 这个设计是不是很高能 它已经不是单纯的 1加1等于R这么简单 小球A走的每一步 都可能导致小球B走不下去 而反过来同样如此 所以说 就算我们有上帝视角 你也无法一眼看穿它的路线 只能来回不停地试 不停地推倒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 它的终点在下沉迷宫的这个位置 而这里全是封闭的 这里也是 唯一的缺口只有这里 从这里进来之后 再从这里下去 没有毛病吧 终点第一应该也是从这里进去 然后从这边唠一下 这里下来 因为这边是进不去的 我们把板子拉过来看一下就知道了 现在卡住了 没错吧 两个小球要走到这个位置 但是你看上层迷宫的这一段 把我们的路线都给挡住了 所以我们整个这一段 全部要放到左边来 下层迷宫缺口在这里 上层的缺口在这里 所以我们只要把这个板子 再往左移两格就可以对齐了 现在是它卡住了 我们要把这个小球放到这里来 是不是就刚好 刚好两格位置 怎么样 这个通道是不是就出来了 虽然这颗小球和我想的位置不太一样 不要再印那些细节 我们把这个球往上走 这颗也可以上去 它如果两颗一起进去的话 好 现在两颗都上来了 但是两颗都上来的话 这个东西就很容易卡住啊 本来上面如果我只有一颗球的话 我这里是可以往下走避开它的 但是有两颗就不行 所以我们有一颗还是要放到下面来 放到这个位置 把这颗球先走过来 这个小球就顺利的过来了 这颗球如果要到C的话 我们只需要将这个板子 再往右移动一下 移出这个空间 把它放到这里来 再往右移动一点 这个球要往下 怎么样 这个C就搞定了 这个球放到C之后有一个问题 我这颗小球永远也没办法 从这里落到D这个位置 因为C小球已经把位置给卡死了 所以它还是要先出来 不能进去 这个通道又出现了 但是它还不能进去 因为两颗球同时在这里 又会动弹不得 我想一下该怎么处理 我如果把这个球放到下面来 那它就可以在下面这个通道行走 这个时候再把这个球放上去 它就在上面行走 两个球在两个不同的通道 那么这块板子继续向左走 上来 这里下来 但是这个通道还是不够啊 差了半格位置 从这个情况来看 这颗小球要放到这个位置 这块板子才能继续向左 没错吧 怎么样 这个通道已经出来了吧 把它放下来 然后往回推 看 现在它就已经到了第一个位置 那么接下来 我们用相同的方法 将这颗小球移到这个缺口位置 让它从这里上去 没错吧 这个通道又出来了 把它走上去 最后目标就很明确了 把这个板子推回来 让这四个终点洞 两两重叠 现在只差这最后一步了 把下面的小球先放到终点 继续往右拉 然后掉进来 搞定 终点是到这里没错吧 双层迷宫 果然有点东西 加上它的上层迷宫 还可以来回活动 一定要两个小球 同时兼顾 就连最后到达终点 也是一起的 这个设计 就非常的巧妙 感兴趣的可以试试看 我们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下期见 下期见